我們利用這個機會跟大家介紹一下OneNote這個翻轉距離平台的使用 你在看我們教材的時候 比如說如果你覺得你進來這工具好像還不錯 你們剛進來你沒有發現右手邊都有一個筆記欄 對不對 當然你如果暫時不需要你可以把它藏起來 有沒有這樣比較大的圖片 那如果你有需要的 它其實有兩種筆記的方法 一種就是所謂的文字型的筆記 另外有比較熟悉筆記 就是把畫面抓下來 你在上面塗押 在上面塗押 那這個呢 需要安裝擴充工具 需要安裝擴充工具 所以你如果點這個 它會告訴你有沒有 看你是Chrome的FIFA 是那個Sufferry都有 那這個我就先用一般的 你如果在這邊打進去 好你打完之後你按確定 有沒有你的筆記就寄下來了 所以下次你的 教材有沒有跟筆記就在一起了 你打開這個教材就看到你的筆記沒有 好那如果呢你看的是影片那就更好了 你知道嗎 我看一下我這裡有沒有影片 暖暖包 有這裡有影片的有沒有 像啾啾鞋 好比如說進來 進來之後呢一樣我把筆記打開 如果我開始瀏覽 好在這邊 假設我看到這邊 我覺得原來有這個情形 好我按一下確定 你有沒有發現 它除了筆記以外 還會幫你記錄你在哪裡做的時間點 因此呢像我這個008秒就按下去 有沒有馬上回到008 我只有這個按下去 馬上有沒有回到這裡來 這樣你在做筆記有沒有比較有效率一點 因為我們看影片是有時間走的嘛 如果你就只做一個 可是你不知道你當初看的時候 是在哪一段要做的那個筆記 這樣是不是就比較聰明一點 好這個是跟各位稍微說明一下 官後的這個特色 所以你可以試著把你的筆記 就直接寫在我們這個1號裡面 那基本上呢 剛好跟各位提過 如果你用的是 不管是訪客帳號 還是那個一般的註冊帳號 只要你用原來的訪客代碼 或這個帳號登錄 你所有的閱讀記錄 筆記都會留在那邊 好那像我剛剛這個 剛剛那段影片的話 如果你已經看到這邊 下次它就從這裡開始 萬一不小心晃生了怎麼辦 倒退10秒鐘 我剛剛沒看到 這樣應該還算貼心了 就是有時候不小心忘記了嘛 對不對 你就再倒退一下 你就不用自己在那邊拿來拿去的 這樣也是一種方式 這樣了解了 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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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嬤 好嗎 好嗎 我的意思是